《智慧城市創新中心設有展示廳》 當中的智慧城市長廊參考了香港智慧城市藍圖 展示了廣泛領域的智慧城市科技 包括智慧出行、智慧環境、智慧生活、智慧市民 多項展出的化學科研發作品 都是由學生和業界共同開發的成果 多功能智慧屏幕為舉辦大型學生活動而設立 系統支援在同一個地點或多個遙距地點連接不同鏡頭 進行智慧會議和匯報 包括實時分享內容和多邊會議 促進不同院校和跨地域學生、老師進行學術交流 為配合智慧校園的發展方針 中心設有智慧巡航機械人 讓學生體驗操作機械人和學習AI智慧系統、 語音互動系統和導航系統功能 學生可以自行設定相應程序 豐富多元學習體驗 智能協作式運輸機械人 人工智能的職業路選 學生可以參與研發和更新機械人的智能部分 讓學生可以學習自動機械程式編寫 人工智能識別技術、自動化程序 支援業界對智能機械人的人才培訓 Standboard自動咖啡機械人 是IP工程和智慧城市創新中心的合作項目 旨在展示人工智能系統、配合機械人技術的最新發展 顧客可以通過流動應用程式訂購咖啡 並選擇自己喜歡的咖啡拉花圖案 Standboard自動咖啡機械人 從應用程式接到訂單之後 就會啟動他的編程機械手 配合咖啡機,完成整個製作過程 其AI視覺系統也會協助追蹤紙杯位置 並提升咖啡拉花圖案的印刷準確性 智能巴士站由IVI電腦及電子工程高級文憑 以及IVI社區服務策劃及領航高級文憑的私生團隊開發 結合各自學科的專長 為舊區市民出謀見察 智能巴士站是將電子系統陷入巴士站 當乘客抵搭車站時 可以按下站內按鈕 選擇要乘搭的巴士編號 甚至乘客未抵搭巴士站前 都可以透過手機應用程式選擇巴士編號 系統就會向站內的巴士發放信號 提醒司機停站上行 同時,車站的屏幕也會顯示乘客要求的巴士路線 廣播器也會報讀巴士編號的提醒 AI運動姿勢分析系統 是一種基於人工智能技術的系統 只在幫助籃球學員和教練 改進運動的技巧 提升表現水平 這個系統利用深度學習和電腦試過效果 即時捕捉和分析運動員的姿勢、動作和技巧 人工智能AI物料分類回收筒 利用人工智能和物聯網技術 自動識別和分類垃圾 例如紙張、塑膠、金屬等等 這個項目能夠節省人力提高回收效率 並促進有效的資源回收和環境保護 智能駕駛安全系統 通過測量閉眼頻率、持續時間 以及頭部姿勢 預測駕駛員的困難情況 記錄司機不專心的駕駛行為 並當司機出現疲勞跡象時 提醒司機 這個項目運用了全感器 人工智能和實時數據分析 程式旨載提升道路安全預防事故 並改善整個駕駛體驗